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只会往上升吗 或者我等的时间长一点 它总能上去吗 这是不是个办法呢 我第一次看到文涛那么急 问股票 我告诉你 你买的这叫爱国股和良心股 放心吧 可以参加阅兵 你那个时候未来多长 关键是有多长 你说我以十年为期限 那肯定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谁有这种心态等十年 那你说这话就意味着 一个是接下来还会跌 再一个可能会跌很长时间 那谁也不敢说 但是你说它能够到 就是它缓慢到什么程度 什么时候重新加速 那现在你看不出来吗 就是你你就这么看 你也别看中国兴趣腾飞了 估计你心里挺急的 我怕你才腾飞 他就一买他就这么到第二个 别看 所以我看 因为他抄着底了 我说他爱国股 所以你就这么想 第一你就当时做公益 第二个 什么做公益 我最不喜欢做公益 都要赚钱嘛 然后呢 第二个呢 你就当长期资产配置 因为你人民币资产 你配置在那 反正你买的又不高 我觉得挺好的 配置在那 没事 然后第三呢 你就说你别看GDP 你就看央妈 央妈什么时候连续发钱了 然后连续撒钱了 然后我们那个 我们借贷的时候 零成本 比如说你都恨巴不得借给我 零成本借给我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那个有可能 价格会 股市的价格会稍微往上走一走 我再问你一个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跟理财有关系 这个人民币 现在是不是 我应该把这个人民币 都弄成欧元呢 我一直在跟他们说 其实说了很长时间了 我周边的朋友早就开始做了 就是他们那时候是 首先是换成美元 因为这个美中国 美元跟人民币之间 因为中国的实际会 你想过去几年 对日元在涨 对欧元在涨 对什么都在涨 那你换成别的货币 也不合适 对不对 所以呢 只有对美元 它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因为美元最高啊 然后大家是对成美元的 那最近这段时间呢 对欧元 因为欧元的价格在上升 但是欧元跟美元 你都可以拿 因为欧元跟美元 它是一个 就是 是一个刚才 上一集 马老师说的 相体震荡的走势 就是它是来来回回的震荡 所以你可以通知拿 马先生你说 像你们这个买东西 他在这种人民币贬值情况下 比如说 你跟伦敦一个卖家 买他的一个 东西就贵了吗 你原来是拿什么货币交易的呢 虽然你拿人民币 但是你折算的时候 很合算嘛 为什么就是中国人 就最近这几年 爱出去旅游啊 爱这个 在国外买东西 都跟人民币 这个 这个坚挺 这个值钱有关 你比如说 你以前在伦敦的古董店 买东西 你是给他英镑 给他 对英镑 现在他不是英镑了 现在都是刷卡 这卡上 我这卡上是人民币 对 到他那 他要什么钱 过大一刷就过去了 就当时银行赚点抽点头 然后就把这钱给转过去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我买同样 他标的是 比如三万磅 那我这过去 我这一刷大概 大概 大概九点几的时候 刷个28万块钱 就刷过去了 你今天可能你一刷 就30万就刷出去 你这一刷2万块钱就没了 就多花钱嘛 就是他 2万块钱 你的你的住宿干什么 各种费用就全打 他每天不一样 因为他就是 他肯定盈联卡 然后呢 盈联是根据当天的汇率 跟你结算的 所以如果是当天 人民币很坚挺 那他就赚了 对 你下跌他就亏了 所以说啊 就是当你真的花钱 买点股票的时候 你就觉得 你对于国家形势啊 就真的有了真正的关心 其实啊 我是蛮担心的 说实在的啊 你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看不到 乐太乐观的理由 你说实体经济那么差 东莞那边的老板在跑步 然后呢 资金在往这个 印度在往东南亚流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光是靠 压妈印钱 估计也够呛 你看啊 我在这里啊 就是说 在过去远远超过 十年的时间里 中国经济一直有两个主要引擎提供动力 一个是庞大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 以及这个新城建设热啊 然后呢 这个2008年危机之后 随着中国出口骤降 就是国有银行大举放贷 这被经济学家描述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货币政策放宽 我是跟你讲哪个 有个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他有个数据 他有个数据说到去年年中啊 中国经济债务总额从2007年的7万亿美元增增加了三倍 就现在的债务总额是28万亿美元 而且呢 去年中国债务总额跟GDP的比例高达282% 他说的是什么债务 国家债务吗 你给解释解释 他那个说的是 应该是一个宏观负债率 就所有的加上去之后 然后跟一个GDP的比率之间 如果是那个中国居民不负债 对啊 中国老百姓那负啥债啊 对 如果是那个政府的话 你如果是中央政府 或者加地方政府 按照官方计算的话 根本就没有这么高 中国负债最高的是那个企业 企业负债率高 像国企借很多钱 然后他的负债率的高是全球一流的 那么全球一流的 然后还有一个负债高的是富翁 谁啊 谁这是谁 好多富翁欠银行好多钱呢 老百姓倒欠不了银行那么多钱 老百姓是存钱 他们是借钱 富翁 我那时候跟胡润聊个天 我说你天天这摆富榜 那摆富榜 我说你能不能列一个榜 我那榜有意思 他说什么榜 我说你列出来你就有名 就是中国企业或者个人 我说的是民企 欠银行最多的前一百个是谁 我说背不住你那富翁里 大部分都还在这里呢 哎 其实啊 他那个富豪榜也可以叫做这个 他是按照资产来的 对不对啊 然后比如说他我有这个三万股的股票 今天涨了 然后我就排名第一了 明天跌了我就排名第十了 对不对 说不定他那个排行榜也是一个负债榜 说的一点也没错 就是说你有多少资产相对来说 你要运作的话 你的负债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 所以他的背面就是一个负债榜 就是老百姓并不负这个债 但是你看啊 就是咱们国家整个这个经济发展模式 对包括这个贬值不都是为了推动出口吗 看来就是离开了出口这一块 我们的经济就很成问题 但是呢 你这个内 这一直说这个国内市场 我这点我就外行 我就不太懂 你看全世界都看好中国 因为你是人口这么多的一个市场 对吧 可是为什么咱们又觉得这个内需 咱总是好像弄不起来 全世界是看好中国 尤其看好中国富人的消费力 我就举两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像到日本去 我们刚才说旅游的人很多啊 日本旅游立国嘛 一直没立起来 中国人去了之后真立起来 他就是前几个月 他的这个境外的旅游人数 国外旅游人数超过一千万 那么里边大多数是中国人 那么中国人去了 因为日元很便宜嘛 中国人去了 那么中国人去了就要买东西 带动了他们很多什么马桶啊 什么炒饭的啊 现在最新的商店是小学生书包 你千块钱一个 咱们真是愁江恩报是吧 救了就救了他们小日本 对不对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像女性出去啊 她买化妆品嘛 就是小粉扑之类的 对对对 那个药妆店 对 那个资深堂他的利润 好像是营收吧 增加了十倍 就是那个那个中国人们 相信他们的品牌嘛 去买嘛 就会这样子 所以你想想看啊 不是他人家看坑我们是有 看多我们是有道理 但是我们看空自己也是有道理 为什么这么说 你想中国好几次被看空 就觉得快崩盘了 都没崩盘 都挺过来了啊 对啊 你说少世纪八十年代 其实中国改革最好的时候 当时改革 然后大家赚钱 卖条牛仔铺也赚钱啊 因为紧缺嘛 什么东西都紧缺 然后你卖什么都赚钱 当时是这样一个年代 然后到了九八年之后啊 那个当时的国企 什么下岗 然后那个银行负债一塌糊涂 好像跟现在有点像 跟现在有点像 那也觉得中国经济要完蛋了 但是没有完蛋 当时改革其实不对 当时主要靠的是什么 就是你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境外的 就是加入WTO 然后呢 中国成为顺利的成为 全球贸易链条里边一环 也就是庞大的 咱们的农民工朋友的队伍 突然生产的东西 然后就到全球去了 就有了销入了 然后你卖的很便宜 然后销入又很好 然后你就产生了完整的产业链 你坐着坐着这个裤子 你发现你要拉链吧 你要贴边吧 你要配套的这个好的鞋子吧 它的产业链就起来了 然后中国的这个就就起来了 然后你当时靠这个债务啊 靠什么东西来解决呢 靠几个东西 那个我们看到是银行上市 一上市 我们的很多债务危机就解决掉了 而且还在进 不光在境内上市 还在境外上市 然后政府靠什么来解决呢 政府没钱 靠什么来解决呢 卖地啊 当时这个我们那个房地产市场化 所以呢 老百姓的钱 全都流进去了 那么地方政府当时根本不筹钱 主要是靠这几个东西 但是现在 现在你看都我都知道 地方政府靠卖地弄弄不着钱了 对吧 那么它的几个收入的这个口子啊 都就这么一个收入 这大收入就这么一个卖地嘛 那它怎么办呢 那资产这个地是 地不是说现在是现买了现卖的 是是白来的 钱多少代没卖过 对不对 如果你说我是左手进右手出 那你中间只能赚个利润差 你现在是 就是过去有一句特狠的话 叫流水全是利润 它这是典型的流水就是利润 卖多少都是赚的 对对对 向下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得过去吧 好家伙流水全是利润 一个商人的理想 最大的理想 就是流过来的全是利润 所以很难 你说现在咱们这个经济发动机 有什么危险内在的 我觉得风险蛮大的 也就这么说 我拿人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你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 或者一个男孩 然后读书也不好 他没什么资本 就这么说 也没颜值 也没颜值 然后他后来整整容 然后有了点颜值 那么他这时候的估值 有可能比较高一点 但是到了50岁了 他再继续整容 然后到了60岁了 他发现他怎么整也整不上去了 这时候的估值啊 问题就比较大了 也就是说他没有比较优势了 就我们人跟企业跟国家一样的 都有比较优势啊 也就是说他不是没缺点 我经常说不是没缺点 而是把你的优势放到最大 那么中国的优势在哪呢 以前是人多 然后呢 便宜 便宜啊 这是优势 对不对啊 然后人多便宜的优势丧失了之后呢 我们就到处找优势 很抓狂 我们找不到别的 我们就到处找优势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 就发现我们的优势变成了别人的优势 钱多 人傻素来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优势 是人家的优势 因为人家可以在你这儿做市场 可以在你这儿消费 可以这个借助于你的 然后把他的汽车什么销量提上去 那么我们按理应该拓展全球市场 所以我们现在做比较优势啊 还在找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要有呢 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 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劣势 就是赌性抢 我就举个例子啊 人家想也想不通的 像中国的企业啊 我就不说哪家了 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一家全球最大的文化公司 而最短的时间内 做一家全球最大的什么住宅地产公司 我们以前 人家国外一般来说 最大的全球最大 我总要发展了一百年嘛 再不记得五十年嘛 一般来说中国不需要 中国十年 就能够做成全球最大公司 有时候不需要十年 就是一个决定 一个注册 就是世界最大公司 是是是 对对对 是不是就是一晚上决定出来 第二天就是世界最大 那你说中国注册这样子 第二天就最大 对就是大海啊 但是大跟强 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 对 我那天就说这个天津港 那天我就看见是惊人呢 改革开放 这当然是后来爆炸了 你说天津港是世界第四 那就是这么大的 这个你要做大 甚至他们还说啊 在什么北京天津之间 你知道吗 有个地方叫什么京津 什么新城 还是什么 几千套别墅 上万套 上万套 当时我去过 他说目的是要做成一万套别墅 对 干什么 他这个地方就世界最大别墅群 一万个小楼 堆在那 你这一万个是多少啊 这根本不敢想一眼万摸到头 然后在那就有一个八百个客房的一个大凯越酒店 开房率只有百分之十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唯一火的那儿就是俩电力店 主要是看着这些别墅的一些保安在这买点 你说大 他是要建世界最大 那地方当时还有一个世界最大的澡堂子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同时能容纳四千人洗澡 你养四千人都多了 衣服在里头多壮观啊 这我就理解了 这就是什么事都弄得很古怪 这我就理解了 这就是当年你这个经济引擎啊 你确实是GDP啊 你搞一个最大的GDP就上去了 对吧 可是你就现在就真知道 这玩意实实在在的效益 他流水不是利润 就是这问题啊 所以是流水不是利润啊 除了从事特种行业的流水都不是利润 我们看啊 这个 哎我都是给你闹的 我都说了 我问问你吧 你觉得现在咱们的这个就业情况 怎么样 呃就业情况相比于经济来说啊 还可以 就是说呃 我们啊 按理来说 其实实体经济比较差 制造业也比较抓狂 那么从现在这个来说的话 按理来 我们的 但是我们的公布的就业率 我们有两个就业率 你问的是哪一个 然后我们 因为我听说呀 什么产能过剩啊 而且这个出口的机器就有点运转不灵了 我就会想到啊 过去这个劳动力密集型啊 那么多的工人 嗯 有现在中国有没有失业问题 你知道很有意思 我也知道一个数字 说像今年大学生749万 嗯 毕业生 但是说就业率90%多 就都找着工作了 我跟你说 那个你不要以为 这个高校就不会玩脸花招 我们这个 有时候这个 打着教授头学的那个 造起来也很厉害 中国的这些数据 特别难以让人相信 你比如他刚才说 中国人跑到日本去买那么多化妆品 为什么 是基于对日本的整体的信任 对 反过来在中国多好 就换句话说 你把那资生堂 全搁到中国这 他也不买 他现在怀疑你这真假 中国今天社会的这个信任 信任丢失以后 没有任何一件事 是你能够相信的 别人说退点钱 你比如我那个司机出去旅游 订了个房子 订了个房子呢 结果那房子没了 没了那个网上就说 那我退你钱 退你钱呢 因为他说我没有交钱呢 他说那我也退你 说那钱都退到支付宝上以后呢 他不敢去领 他说 说我万一把我这卡一接通 会不会把我卡里剩余的钱 全信任呢 然后特别麻烦 就为这一千多块钱 又跑到银行 搬开了一张干净的卡 然后把那钱一对接 钱进来了 你说的一点也没有 没有任何事能让人信任 那你怎么办 前段时间 那个就是通过这个系统 然后工行有一些卡 那时候央管还打电话给我呢 工行有一些卡 里边的就是你给他一个 那个动态的密码 里边的钱全没了 很多人上的这个档 对啊 所以你今天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人相信 天天各种复杂的骗术 那骗术 我有时候看到我都真够复杂的 就复杂你不懂啊 所以你就社会没有信任 没有信任 那你今天 你包括今天的这个求职者和用工者之间都没有信任 你来了到底要干嘛 你能不能长期的干下去 对不对 培养人的成本很高 刚培养完了转身上走了 所以这个就跟又跟这种道德秩序都有关系 你知道我昨天我看见一个 哎呀我就是一个运一个运苹果的大卡车翻了 那一村的人呐 那个警察抓都抓不住啊 就一车一车的拉苹果 那个司机都哭了 说我这一车你们全给我抢走了 我都赔本了 他说你给我留点活路 你给我留点活路 然后那警察都抓那农民 那农民都把人家苹果给人家一车一车运走 哎我就觉得咱们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这种东西严格性严格从法律性质上讲就是抢劫 抢劫嘛 因为人还在的 对人在的你抢 他只不过是翻车了而已 这是有组的物件 他不是没组的呢 他就去抢 翻车和装在车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嘛 是的 所以都是哄抢 对你就可以想见 假如说一个村法不责众的话 他们这些人基本的这个为人的现役 所以说你说为什么我们 过去翻车一定是有人来帮忙 免费的帮你装上去 今天全是热的 所以啊 刚才说到这个数据也是 其实我刚才在问您呢 哪两个数据 我们有两个失业率 一个是登记失业率 一个是调查失业率 登记失业率就是说 我失业了 然后是这个 我还到跑到这个街道去登记的 我希望零点那个的 那这个叫登记 那个叫登记失业率 登记失业率我们十年以来 基本上是维持在4%到4.3% 没变过 所以你问我这个东西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呢 就是4% 那个调查的呢 调查的那个会不一样 官方公布的这个会5% 略高一点 但是现在有最新的统计 调查失业率 就是说 我的这个调查大队 上门去调查了 那么大概统计出来 比官方略高 也没有高到哪去 但现在有一个新的数据 就是说 他们是按照房地产来统计的 这个东西 我这篇论文还没看 它是调查失业率 高达10%几 10.6% 还是10.7% 这么高的失业率 它说是为什么呢 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跟官方的那个调查失业率 最主要的区别是 统不统计农民工 就是说 我们的所有的失业率的调查 官方失业率的调查 是不统计农民工朋友的 因为你本来就是农民 你失了业之后 你回到农村去 你还有职业 尽管你没有 你没有职业了 他还是算你 你根本就不是工人 所以到现在 农民工不算工人阶级啊 是吧 你还是农民 对的 就是你一失业了 你回村里去呗 你有什么失业不失业了 统计一个农民失业率 就有多少农民不干农民 也叫失业嘛 对 农民也可以统计一下 失农率 失地 失地率 对吧 对 是的 所以呢 他现在这个 我们这一块啊 也就是说 这一块其实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这些农民工朋友啊 就是说 所以我们会有时候看 趣味经济学数据啊 看什么趣味经济学数据 比如说 我们会看 从深圳到广州的那条高速公路上 物流发不发达 如果大卡车很多 哇 天天这么 天天堵车 说明中国制造业回暖 比较好 这叫趣味经济学 还有一个 如果北京 那个 广州的 那个火车站 尤其是以前 大概是零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 珠三角的打工人 是最多的 如果说那个火车站 不到过年 提前很长时间 就乌央乌央的 他们开始打着包回去了 说明失业率比较高 中国制造业很差 对 那如果相当多的农民工 他们现在失业了的话 出路在哪 如果说 他们回村吗 他们恐怕也不回 不回去 那就在城市边缘流浪 所以就会 有可能引发犯罪 是吧 犯罪就会增加 中国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原来就说过 我说如果忽略了中国的制造业 中国的灭顶之灾 就中国这个 我们是个制造大国 因为人口多嘛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人口第一大国 人要有事情去做 对不对 你不要说 这个过去好像很 很蔑视这种 劳动密集型企业 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 就不是个正面的词汇 我们实际上应该强调 就是把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都管理起来 销纳我们的就业人口 对不对 就尤其手工能做点的活 或者说在机器做活的基础上 让手工添点个性化内容 是吧 这样的话 可能这个东西就有生命力 今天中国如果让这层干活的人 全部都没有活干 这个国家不堪想象 真的不堪想象 人太多 就是事实上不是他们的问题 就是没了根的人 你就他的行为 你很难预测了 你过去你要在农村社会里 他是有一个根的 对吧 他都是熟人社会所谓 城市呢 你也不把他算城市人 你也不把他算工人 他就在这这么犹犹荡荡 他干了什么事情 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解释或负责任 而且他有时候是走投无路 我刚看了一个案子 就是很吓人 就是这个 有一个人没钱了 他曾经有过钱 他没钱了 他就说我要干一大事 他干什么 就是绑架杀人 然后他在网上发出一个信息 立刻就有两个人应对 一个女的就过来了 一个男的就过来了 过来以后呢 他们三个人呢 就冒充有钱的去买人家的车 买人家那个二手车 那车呢 是人家要250万 他们做了一天的局 给人讨价还价 成230万 然后把人拉到地库 就把这人拿垫一垫 然后一捆了 然后就给活埋了 活埋了 等警察抓住以后呢 其中来的那男孩说什么呢 就说 我到这了以后啊 我才知道要杀人 但是我没有钱了 我在这异地 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配合他把人给杀了 完了 我分一部分钱 你想想 这就是到那举目无心 对吧 没有跟 必须要参与这次犯罪活动 才能把这个事结了 要不然他连回去车票都没有 哎呀 你说了 你说了这个 我就想起来啊 最近不是那个 有三村最美 三村女教师 三村女教师 我觉得太恶心了 搞业别人那个 对 是的 卖过去的 对 怎么会扭曲到这个程度 包括那个盲警啊 盲山啊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到矿里 把人骗到矿下 然后就杀了 冒充人家的亲戚 然后把钱领了 然后再杀一个 雪花纯生 匠心营造特约之 枪枪三人行 由雪花啤酒赞助播出 匠心营造 雪花纯生 历史